宁加拉瓜在去年12月份 跟我国断交之后 他们的动作就很不友善 甚至把我国 在当地的大使馆资产 转送给中国 那么现在又传出 前驻宁加拉瓜大使吴敬木 不但是没有回到台湾 还在断交后的隔天 获得了尼国国籍 也被前立委质疑 他根本是叛国 也疑似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 但是现在外交部帮忙缓夹 表示吴敬木是在断交前 就退收获准的 而且是因为太太的健康因素 才会证实没有办法返回台湾 尼加拉瓜去年12月 突然宣布跟我国断交 布置火速要求我方人员撤离 还把我国大使馆资产 转送给中国大陆相当离谱 但现在又传出 断交前就已经退收的 我国前驻尼国大使吴敬木 竟然就在断交隔天 获得尼国国籍 至今也不打算回到台湾 在职业伦理上是毫无道德 因为你已经变成尼加拉瓜人了 这样子的外交官 你会一辈子让人家瞧不起 应该详加调查跟了解 他的行径 有没有跟中共勾串的部分 以朝公信 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 因为时间点太敏感 吴敬木是资深外召官 去年9月28号 以个人生涯规划为由申请退休 在11月获准 但不到一个月 台泥就断交 隔天吴敬木夫妇 还获得了尼国 国籍 更货班荣誉市民 曾立委林卓水 也质疑相当不合理 痛批叛国 刚从大使卸任就获得尼国的国籍 这都有非常多引人疑斗的地方 虽然外交部长吴州协帮忙缓家 吴敬木是因为太太行动不便 才无法回台 但驻外大使属涉密人员 依照国家亲密保护法规范 离职三年内出境 应该受到管制 吴敬木难道没有泄密问题吗 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现在已经是退休的人员了 应该由他自己本人 自己提出说明 尼加拉瓜忘恩负义 再度跟我国分手 前驻尼国大使 跟一段周就入籍滞留当地 虽然没有违法 但难免观感不佳 就很沉浸国台报道